今日凌晨,英超赛场吹起一阵冷风,利物浦坐镇燕飞路球场以1比2不敌列斯连 这是利物浦自2021年3月以来遭遇首次联赛主场输球 此前的跨赛季主场战继位22胜7合 不仅如此,利物浦经济葛向赛事出战18场已经输掉5场 输球场次超过了上季全季63场赛事当中4场败仗 本场比赛,洛迪高 摩兰奴4分钟就替列斯连闪电剑弓,虽然莫罕莫德 杀拿10分钟后就替利物浦扳平,可惜基辛斯奥 森马维尔在89分钟却上演准决杀一局打破燕飞路球场29轮不败的精神 另外,祸不单行的还有维基尔 云迪克,据统计,自从2018年1加盟利物浦后,维基尔 云迪克一共出战70场英超主场比赛保持不败,战绩为59胜11合 换言之,这次输球也是维基尔 云迪克利物浦生涯第一次遭遇英超主场失利 进入10月中旬后,利物浦先后在英超以1比0击败实力强劲的曼城和维斯贤 收获经济英超第二次的两连胜,也一度让人看到状态回涌的曙光 可惜,随后画风一变,剧情也迎来大反转 利物浦最近二轮联赛居然被诺定贤森林和列斯连两支赛前均处于降班区域的弱履羞辱 这是他们十年来首次遭遇连续不敌降班区域球队的尴尬局面 只好说,利物浦正在贯彻、执行、劫富济贫的侠盗精神 连续不敌榜伟球队,利物浦如今战败12轮英超只能排名中游位置 在少踢一轮的情况下,落后第四位的扭卡速8分之多 主帅高普被推至风口浪尖,饱受比赛强度上不去 攻守两端效率低的批评 毫无疑问,在沙迪奥 文尼出走后,利物浦重金买入的达云 纽尼斯完全无法成为替代者 尤其后者此战浪费了不止一次的绝佳单刀忌讳 如今的利物浦在前场给予对方的压力与三叉几十期相比显然是不同的档次 此削比长下,挤兑后防侣遭险情就无法避免 曾经,利物浦在比赛中能够利用强大的中前场去压制住对手来踢 可惜随住一众中场大将的年岁渐长 他们在场上的拼墙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激烈 高普在寄出也曾相当有自知之明地说过球队如今的中场感觉上很脆弱 稍感安慰的是,穆罕默德 沙拿以为利物浦攻入122个英超入球 成功超越传奇队长谢拉特·斯蒂文·Gerrard 成为队史英超入球榜第二位 与榜首的柯拿·Robbie Fowler也只有6球距离 利物浦下轮英超将会做客挑战热刺 球队已经连续十次英超和欧冠连面对对方军能保持不败之身 如果下轮无法从拖定闲热刺球场全身而退的话 利物浦将继续滑向深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